露虎刚才雪落下的声音 今天脑海里出现了什么样的画面 什么人 我其实不想 把这会儿的好情绪破坏了 其实雪落下的声音讲的是遗憾 最后一句歌词是 谁来陪这一生好光景 其实在雪落下的前一年 是我还没好起来的一年 那个时候算是17年 但是我奶奶还很担心我 说孩子在北京怎么办 实在不行还是回老家发展 遗憾没有让奶奶看到 我拥有了自己的代表作 没有让奶奶看到 我在春晚上给全国的观众唱歌 我每次到一个特别美的地方 以前奶奶还在的时候 我会给她分享 因为她一切事情都会 看得真正的那种 之前去拍戏 我为什么到最后不拍了 是因为我们有平时很好的朋友 在拍戏的时候 她可能要在戏里边揍我 或什么的 老人嘛 那个时候 老小孩 老小孩 她就信了 说你们不是朋友吗 心疼 当真 她说你还是回去唱歌吧 唱歌多好 唱歌我奶奶就一直没有等到 就是我的这个代表作 就是那种 她可以在老家能听到的这种 满大街都是的 我之前也奇怪了 我之前也奇怪了 给别人写一首红一首 然后就自己的 有点红不了 就很奇怪 但是奶奶有听过你给别人写的 有有有 就那种大街上可以听到的 奶奶还是可听到了 她说什么时候你可以站在舞台上唱歌啊 在17年之后 奶奶就是离开这个世界吗 到18年的时候 我拥有了这个雪楼下的声音 这首歌 啊 成功很多人的喜欢 艺人之后 然后也也会在我们那个小城 很多地方可以听到 嗯 刚才我看了一个一个词 说就好了 就那样就好了 不能说是遗憾吗 我说要是奶奶听到就好了 就她会很开心 包括尤其是春晚这件事 那天晚上回去 我说有个什么事 怎么就感觉 感觉少点啥 跟谁分享 说爸妈也分享了 跟自己的老婆也分享了 就说 我说还有个什么事 感觉有点遗憾呢 还缺一个人 哦 就是奶奶 今天坐在这你没有在身边 你奶奶在 之前就就就就很喜欢看 咱们的节目 我之前也是上央视频 节目上的比较少 我说如果此情此景 如果这个节目 如果能够被奶奶看到就好了